我們看這一點 他說有一個無窮數列 他的首項 第一項A0是等A0 當N如果代等1的時候 滿足這個地對關係 當N偶數的時候 AN減掉是這個 如果G數的話是這個 那麼第一小題他問說 A6等多少 A6他要求寫成兩個等比G數 一個有六項一個有三項 我們看A6等多少 我們就從那個 N等1開始寫 A1 減掉A0 就等到 那因為A現在是G數 所以就代這個 就是五分之一的一次方 減掉三分之一的一次方 那A2呢 減掉A1 那現在 N12同數就會代這個 這個五分之一的 二次方 然後A3-A2 等多少呢 代這個 五分之一的 三次方 減掉 減掉 三分之一的 三次方 這1234 這是1357 這是A4-A3 就等於五分之一的四次方 那A5-A4 現在也是G數 所以是 五分之一的 五次方 減掉 三分之一的五次方 再是A6-A5 等於 五分之一的六次方 然後全部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這個就消掉 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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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0等於 所以這剩下A6 那A6呢 就有六項 是公比五分之一的 等比的 基數 所以是 五分之一 一次方 加五分之一 二次方 加五分之一 三次方 加五分之一 四次方 加五分之一 五次方 再加五分之一 六次方 好 然後呢 再減掉多少呢 一二三 三下 三分之一的 一次方 加 三分之一的三次方 加三分之一的五次方 好這是第一小題 好第二小題他要求這個的極限 好 那 就是N 趨近於無窮大的話 那因為 這個你 AM的話 可以寫成是兩個 等比級數 所以這個Limit N 趨近於無窮大 A2 那我們就帶那個 等比級數的公式 等比級數的公式的話 第一項這個等比級數 他的公比是五分之一 1-公比五分之一 分之首項 首項是五分之一 減掉 第二項這也是等比級數 好這1-公比 公比現在是三分之一的平方 這個除以這個 這個除以這個是公比 三分之一的平方 首項是三分之一 那這五分之一除以呢 五分之四 所以是四分之一 這又到了 這九分之八 這是九分之八 那一除了三 三分之九 所以這八分之三 那八分之二 減八分之三是 負的八分之一 所以第二小題 這是負的八分之一 那第一題的八分之一 那第一題的八分之一是這個 好然後他現在是說 要你證明 這個數列 他是一個什麼呢 遞減數列 就是說 後面那一項 減前面那一項 他都會小 好這怎麼證 我們就拿這個 來加以推論 我們現在來看 再好 上面這個我們把它拆掉 這個的話呢 是N等於三的那一項 N等於三的那一項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給 做推論 就是說 A2N A2N的話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多少 是等於這個是 這個是等比 就一減公比 公比的話 是多少 是五分之一 1 1 奧出首項 五分之一 再稱1減掉公比 五分之一的 五分之一的 像 像素 這個 指數的部分是像素 這個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有幾項 2N像 這6的話有2N像 2N像 就是6 然後呢 再減掉多少 減掉這個 1減公比 1減公比 3分之1的平方 分之首項 首項是3分之1 乘以 1減公比 公比是3分之1的平方 但是像素的話是多少 這可以把它看成吧 這個5的話可以把它看成是2N 就你N代3的時候 剛好是5 這樣的話就 這是3 這N代3的話有三項 所以N的話 事實上就知道 這是公比的 像素 像素是N 所以剛好是2N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2N 這是第2N項 這是第2N項 那我來證明呢 它是一個那個D減 D減 怎麼看它是D減 首先這一項 減掉這一項 我們剛剛算過 就是負8分之1 這一項 減這一項是負的8分之1 再來就是說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是 5分之1 乘以5分之1的 2N次胖 這個再戳以5分之4 就乘以4分之5 後面這個是負木得正 就是加 加的話 這個把它乘進去 就是3分之1的 2N加1次胖 它乘以多少呢 這一減的話是9分之8 一除的話 變成乘以8分之9 8分之9的話就是 2跟3的平方 這樣子的話 這個可以消掉 這就等於多少 等於是 負8分之1 加多少 這個看起來比較大 看起來比較大的話呢 這是 8分之1 它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是 3分之1的 2N-1 4分之1 再減掉 減掉4分之1 乘以 5分之1的2N次胖 那現在的話 我現在把那個 把那個4分之1給抽出來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我抽一個8分之1 這個負8分之1 這個負8分之1 抽一個8分之1 那這是3分之1的 2N-1 它在 減掉到2倍 2倍 2乘以 5分之1的 2N次胖 這樣子 但是無論如何啦 這個把它取決類值的話 都是小1 小1 這個把取決類值都是小1 你N從1開始做的話 N如果1的話 是245分之2 這N如果1的話 是3分之1 這個絕對值的話 都一定是小1 所以不論它是正的負的 這個都是小1 絕對值都是小1 8分之1 就是說 這個的話 我們看到 還不曉得那個 好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A的 A的這個 2N加2 2N加2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負的8分之1 這個的話 這個是 N的話我現在帶的 這個可以把它看 看成是 2倍的N加1 好這樣子 如果把N帶N加1的話 這是負的8分之1 再加8分之1 3分之1都塞 所以把它帶都塞 N帶N加1 就變成2N加1 2N加1 減掉 2 然後這個多少 這個是 5分之1的 2N加2 2N加1 再加5分之1好了 這樣就是5分之2 好那這樣的話 我給它一減 減上去 A2 N加1 減掉這 A2N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 這個 減這個 8分之1 那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減這個的話 我可以抽出一個的話 那個 3分之1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是 2N加1 2N加1 那1減掉多少呢 1減掉9 1減掉9 因為這個差兩次方 減掉9 再多少呢 這個減這個會變成好 變成是這個減這個 再加多少呢 2倍的 2倍的這個的話 我把 5分之1的 2N次方 抽出來 那這個把它寫成那個 2N加2好了 那1減掉多少 1減掉5分之1的平方 就 1減掉 25分之1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會不會小一點 我們看 這是8分之1 乘以多少 這是 乎8 乎8 乘以3分之1的 2N加1 這是 25分之24 減掉多少 2乘以 25分之48 再乘以5分之1的 2N次方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會小於 1減 1減9 是負的 1減這個 這個變正 這是加的 那加的話 那這個會不會小一點 會不會小一點 我們如果把 N大1的時候 N大1的時候的話 這個看起來會是小一點 這如果用3字 這3字 3字 8 那N大1的話 這個就比這個大 這個一定比這個大 然後 這個有沒有比這個大 這個應該也比這個大 為什麼 因為這大也1 這個是2點多啦 這個是 這也是2點多 那我們來看看 3分之8跟那個 245分之48的話 哪個大 這是3又3分之2 3又3分之2 這1點多而已啊 2又3者 那這是 喔這1點多而已啊 這2點多是1點多啊 所以這個又比這個大 這個比這個大 然後這一個又比這個大 所以這整個比這個大 那這是負的 所以這是小的 那這樣的話 這一句話就是德政 那這一句話德政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數類 它是什麼呢 它是地減的 就後面那一項呢 小於前面那一項 那既然是地減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結論了 這結論什麼結論呢 就是說 A啦 2N 它是小於A0 地減的 那A0是 小於0 那這個是大於 等於多少呢 Limit多少 A2N N N取近的無窮大 就對於任何N啦 即使你N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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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它也會什麼呢 也會呢 大於等於 負八分之一 這個很大很大的話 如果是無窮大的話 當然就是等於負八分之一 如果是無窮大的話 是等於負八分之一 如果N不是無窮大的話 N不是無窮大的話 當然它就是大於負八分之一 大於負八分之一 大於負八分之一 不過加個等號是比較保險的 所以這個獅子是 這個獅子的話呢 也是很成立的 就是對於什麼呢 對於呢 所有的N的話 這個獅子都成立了 在等待大於負八分之一 我們加個等號是比較保險的 所以這個獅子是有很成立的 那這樣就得正 你來解j